字幕by索兰娅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再给力 我是阿格利 今天要帮你理财再次的征集 在今天还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台股今天终于反弹 结束连九黑这样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这个趋势看起来还没改变 不过大家总是要苦衷 做乐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好消息 那为什么台股会反弹呢 是不是跟这个当冲税降税的这个延长政策有关系呢 我们今天这节目也会讨论到这个观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虽然是指出说这个延长是有可能的 不过延长到底是三年呢 还是到底是五年不知道 那到底降税幅度是不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一点五 也还不知道 可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消息确实对盘市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盘面上来看大家也怕说当冲 如果这个当冲都没有完的话 这个股市会不会就量缩的很严重 不过我阿格丽自己也是觉得很有趣 股市在波动大的时候大家都骂着当冲客 说你们不要再当冲了 可是现在他们这个当冲税率如果没有延长这个优惠的话 大家又会怕这个市场萎缩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心近期看待各种的这个投资门派 这样就好啦 好那如果台股真的有机会往上反转的话 下一波的重点会在哪里呢 彭博就说 目前下半年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Apple相关的一些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iPhone 13即将要上了 那包含iPad Mac 还有Air Plus 其实有很多苹果商品都是非常热销 而且也开始导入新的技术像mini LED等等 所以市场预期啊 随着这个新的技术加入 产品应该会卖的更好 那台湾的相关公司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详 毕竟苹果在概念股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例如说祖宗的鸿海广达 晶圆代工就是台积电 然后在这个光学元件的郁金光等等 所以今天的节目也会跟大家讲 接下来的台股啊 我们到底要看待哪些重点 毕竟终于结束连久会可以喘一口气 趁着你的这个心情比较贫富一点 我想这是一个好好吸收 你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过阿克力也提醒各位啦 就是节目中也多次跟大家提醒 不是现在来宾讲什么 就是叫你买什么 我觉得你把好的股票 当成是一个参考 然后建立自己的自选股清单 再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节奏 毕竟每个人比方说 进场的时间点 有些是看筹码 有些是看技术 那退场的时间点呢 大家听说你也不一样 所以基本面你了解完 产业面你了解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依照自己的纪律去做操作 我想这样就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啦 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一样是大家最喜欢的组合第一位 是我们技术分析王子阿信 嗨大家好我是阿信 第二位是我们股市各位公子海豚 大家好我是海豚 好那一开始呢阿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啊 最近似乎真的在走自己的路 怎么说我们看到 这边有三条线啊 是这大概一个月来的一个走势 可以看到最下面那条就是台股 好不好 那上面两条的黄色是纳斯达克指数 然后这个浅蓝色的是标普500指数 可以看到 所以呢美股最近短线上有一些很修正 不过你拉长到一整个月份来看人家还是上涨 结果呢我们一直的往下跌 而且跌的还蛮凶 连半年线都跌破了啦 所以呢是不是7月的这个负面磁场太强 还是我们普度应该要赶快来拜拜一下 拜多一点啊 所以接下来台股该怎么看 今天的反弹是真的直稳了吗 还是说就只是一个反弹 我们先请阿信来帮我解决 OK好那我先来大概讲一下 就如果有收听广播 收听我自己的广播应该就知道 我在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说 就是美股昨天下跌 其实我们应该要开心 应该要开心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想法就是说 美股涨台国跟着涨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你看每一次的下跌都是在什么 恐慌起床出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恐慌 美股跌的时候 一定是美股跌的时候 大家才会恐慌 因为大家看到美股涨 谁都觉得说没希望了 没希望了 对所以说你看到美股跌 那台股恐慌杀出来 你看到昨天的成交量 大概好像还不到3000亿 今天一开盘的预估量 就已经到4000多亿了 代表说一定有人看到昨天美股跌 然后开始怎么样 气首了 对股票卖出来 所以说在这种的恐慌情绪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指数是 就是比较有机会去做反弹 当然你说能不能反弹上去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单纯就 整个市场的气氛来说的话 其实说如果在一个波段的下跌 你需要的是利空消息 而不是利多消息 因为你要利空消息出现之后 去看一下说指数还有没有在持续收稳或是破跌 如果利空消息出现 指数能够收稳 那就表示什么 利空不跌 那种情况才表示说这个盘啊 有机会可以反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先知道 就是说不要以为美股涨 台股就跟着涨 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 反而会希望美股跌 把恐慌情绪杀出来 那这一波的下跌 大家应该就有好奇说 到底在跌什么 看的都没有 对 大家都看不懂 就有点类似 2015年那个时候 就是到后来到最后一波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是那个欧债风暴 但我这边跟大家稍微先提个概念说 这一波的下跌 其实大概可以归类几个重点 其中最早跌的是谁 航运吧 航运 航运跌最多 跟着讲最早是面板 面板杀第一个 再来是航运 最近谁跌的很凶 记忆体 那这些这些产业 他们有共同的特性叫什么 景气循环 有景气的成分在 对景气循环 也就是说呢 现在他们外资他们认为说 OK 这些景气循环股 他们会觉得说 景气可能到了 像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景气循环图 我还记得酸民有说 为什么你的景气跑那么快 没有为什么就这样子 市场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子 景气循环 他可能到了一个 就从原本的复苏 然后可能再过一下子 可能有可能会变衰退 所以说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 市场就会有什么 比较悲观的情绪 你看外资他最近开始调降 就是面板了 他说那个记忆体的报价要趋缓 所以说他先砍再说 那这个就是市场的 一个气氛 因为大家可能预期说 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以先卖股票再说 那你说记忆体的营收不好吗 没有啊 问到的情况都是营收很好 获利很好 对 那为什么股价跌那么凶 没有为什么 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预期说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种只能说 按照技术面来避开啦 你不能说 我去看基本面 因为看基本面 基本面好股价照样会跌 对 现在这一波跌了 其实基本面再好股价都下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的指数到底 止跌了没有 我觉得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事情 对啊 很重要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好了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 止跌的关键是在于说 指数它到底能不能够可以 站上五日均线 像你看到前几次 前几次股价 从原本的下跌 转回上涨 第一个关键就是 能够站上五日均线 所以五日均线是一个 我们在短期先判断 是否能够 止跌的一个指标 那当然也不是说 站上五日均线之后 就一路往上 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看上一次 上一次 它站上五日均线之后 就不不不不 又杀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要跟大家讲 像刚刚那张图 是大盘的日线图 我们现在要看到周线图 我觉得周线的重要性 会比日线 还要来得更重要 你看喔 在7月份 7月底的这个时候下跌 下跌反弹 你会发现指数啊 还在什么 五周的均线下面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边 要一个比较能够 确定止跌 它可能有机会 开始往上走的话 我觉得周线 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 至少先走稳再说嘛 对就是日线 它站稳五日均 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 周线的状况 因为周线 它代表是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连 如果之后周线 也开始站稳五日均线的话 那就表示说这个盘 它的指稳的力道 可能会比较强 所以说比起日线来说 我觉得周线 是有一个比较会 会去关注的方向 那再来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好 假设日线站稳五日均线 对 周线也站稳五日均线 是不是要买股票了 好 那还有个地方要注意 在于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 大家想说奇怪 为什么要看五日均跟十日均 你看喔 在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这段时间 五日均线一直都在 十日均线的上面 像这一种状况就表示说 这个指数是非常强势的 短期的指标越来越强 对 这样是周线图 所以说 我们要确认 不管是我们要确认一档股票 或是确认大盘 它现在是强势还是弱势 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关键是在于说 五日均线 它到底有没有在十日均线上面 所以你看喔 从这个时候开始 指数好像 五日均开始跌到十日均线下面的时候 它就怎么样 开始震荡 那现在也可以发现说 五日均线也在十日均线下面 所以说如果以这一种的状况来说 我们刚刚讲到日线 第一个要先上五日均线 再来周线也要再上五周的均线 那如果下一步你想要再做得更稳的话 五周的均线要向上穿过十周的均线 这样才是一个确定质纹 只是说如果单纯就操作来说的话 我们不可能说等到 已经这么确定之后才做 因为那可能指数已经喷到 不知道天上去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会用 资金的方式去做调配 就比如说指数 它有先站上五日均 日线固有站上五日均线 那我们可能一部分的资金先进去 那这个时候会去观察说 周线它到底有没有站上 如果周线也有开始手稳站上 那我们会再把操作资金再放大一点 那如果连五周的均线 对 也向上穿过十周的均线之后呢 这个时候会再继续放大之前 大家确定啊 对所以说我们是会用资金的调配方式 你不会说一下子就把资金 下到all in或下很大 万一探错事情就不好 对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毕竟没有人知道说 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说 它到底会反弹还是下去 但是你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观察 然后去慢慢把资金做调配 用资金的方式去控制你的风险 我觉得它降会比较好 我觉得阿信刚刚跟大家提醒了 这个资金的分配 确实是这阵子大家应该 会心有七七燕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股市呢 你看坏的时候 你也不要完全的 就是跑去放空 看好的时候也不要一下子就去all in 你要这个循序渐进的去做 这样会比较好 像阿信我记得之前 你就有分享过嘛 你如果买股票如果有赚钱 你会有赚钱股票继续加码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原则 至少代表说你真的看对了 因为通常我们自己的经验是说 如果下跌的话 你越贪通常就是越贫 因为你已经看错了嘛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新法 去多做一个参考啦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海豚 海豚台股最近真的是非常残 跟美股这样脱钩 大家晚上都不好睡觉 可是今天终于有一个反弹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呢 好那目前大盘的状况大家也知道 今天反弹是好像还蛮强劲的 那今天的量能大概是4100亿左右 但是其实我常常有跟大家讲过就是 好像我们还没讲过啦 没关系 这个止跌有两个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什么 止跌 你听懂是止跌不是翻多 止跌 第一个是见到恐慌 所以像刚刚阿信讲 昨天看到美股跌 其实我蛮兴奋的 就是不是说 因为这有点 应该说有点矛盾啦 就是说 需要它跌来测试台股的利空出境 但是呢 又很怕说它一直跌下去的话 台股后面也撑不住 但是说短线有先利空出去 至少有一个止跌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 每股都没跌 台股会不怕 他等到跌的时候有杀出大量 才有机会止跌 但是问题是 今天开低之后 我看到的状况是说 下跌的时候反而还是没量的 反而是反弹上来的时候 量一直在增加 从大概3000亿的估量 增加到4400亿 那当然收完收4100亿左右 那月均量 我现在看法就是说 你要杀出量 至少你的量要大于月均量 才会说作为一个有效量增的标准 那今天的4100亿的量 其实我觉得 稍嫌不够 而且是上涨的时候的量 我的感觉是今天的量 感觉是拿两个用出来 你知道吗 一个是 不是当冲 一个 当冲也对啦 一个是抢反弹的量 另外一个是融卷回补量 就是空单 他获利了解 因为其实也跌了一大段 连久黑黑 今天把他挑战连10黑 结果挑战失败 但是 至少这个纪录不要随便乱扑也比较好 所以从这个线图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等于说 今天的反弹 就真的只是定义为反弹 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出现一个过大的止跌量 那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说第二个条件就是 你今天出现一个止跌量之后 你还先看 能不能稳定止跌吗 你要看有没有持续的量缩整理 因为量缩我说过 代表一个筹码稳定的状态 那以目前的大盘状态 虽然反弹上来 我是觉得 大家 也不要 太过于 躁进 对躁进说 哎呀 今天很多股票涨停板 我说是应该要买一下 因为有时候 就像前几天大跌一样 很多人想说 好像放空随便都会赚 我是不是应该要来空一下 一空就遇到今天强盘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昨天的标题 叫不要随便放空 航运跟钢铁 就有观众朋友留言 就是说 市场决定的方向 怎么可以叫人家不要做 结果今天航运酸熊全部都涨 对全部都涨 就跟他讲 就是真的 就是追价的行为 但是不是说不能做 因为有可能我叫你不要做 结果后面就一路往南走 或是我叫你不要做 一路往北走 就是你真的要做还是可以 但是只是 风险评估还是第一 就是压的话也不要压太大 对啊你不要说 本来想要赚个10% 就只有赔20% 对不对啊 这样就其实不好 那所以呢 回来看这大盘 那现在既然进入反弹 那先看一下这个结构 其实这就是 之前7月28号 有一根长下引线 第一点那个位置是在 16893 所以目前反弹的话 先看这边的压力 因为这毕竟是颈线压力嘛 如果说连颈线压力 撞到他都没办法站稳 或者是手稳 我觉得要一次冲过去 比较难 那另外就是说 也蛮多人会在说 其他说这次有没有机会V转 大家知道 5月这一次的下跌 5月那时候的下跌 是什么原因造成 疫情 那疫情是属于一个经济性利空 其实也算 不过基本上它影响了只有服务 餐饮旅游这一类 那个相关的服务业 加上这个台湾还是以出口为主 对台湾以出口为主 所以那时候我会比较积极的说 这次的V转机会是蛮大 所以那时候在反弹过程 我会比较积极的在做布局 但是 这一次呢 我是觉得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一次并不是什么疫情 而是 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就是要下跌 所以等到反而是真的利空出来之后 我觉得就是要先观察 有没有先利空出境 那第二个就是利空出境之后 有没有办法止稳 那止稳大家想说 那止跌结构呢 那这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那重点是 我这边还有写到几个标题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 之前应该是两周前来 阿格力这边的时候 我有说到说 季线接下来的问题是很严重 因为再过两周 季线呢 就要扣到万七之上 扣到万七之上的话 如果说指数没办法占个万七 那时候季线就会 往下弯 那所以呢 因为最近已经先破万七了 所以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季线其实已经微微的往下弯 但是收盘是稍微有点把它拉平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说 接下来在一天 两天 三天 其实就有 就是已经开始要进入危险期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说 三天之后 如果假设反弹有反弹位置三天的话 三天之后 没办法把季线拉平 或是占回季线 我觉得有点困难啦 嗯 就是这样看起来的话 后续压力是比较重 那以月线来讲的话 这边是月线嘛 月线接下来三周皆为反压 为什么 因为月线即便扣到这个7月28号 这一天 这根长AK下引线 它也是在万七之上 所以等于说 就算几天后 就是你如果指数没占为万七的话 月线也都会持续是压力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三头 等于说你要 把这整座万七以上三头都扣完之后 月线才有机会走平 所以变成说 短线呢 不要说季线 你月线你要先走平 其实都压力都是有点大的 对 除非你有一些 台积电挖到黄金 联发哥挖到石油 这一类的才有机会把指数 看起来 听起来是很悲观的一个观点 对我是觉得啦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之前也是蛮希望说 在跌破16893的时候 可以出现一个破底翻 因为技术面结构 会形成一个 有一次再次转强的结果 可是问题是 大家也知道了嘛 就是无量破 再破 也半年线都是无量破 所以我觉得说 以最近来讲我就觉得 我个人是还蛮 蛮希望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就算之前我赚了 希望可以尽量把获利收起来 这比较重要 那大家当然问到说 止跌的结构嘛 对不对 因为刚才是说 刚才说止跌嘛 那接下来讲 翻多钱要注意什么 其实在两周前的 他隔离的节目上 我有讲到 不是7月底那一次 我也有秀过这张图给大家 就是说什么 你要先看到空投浪的破坏 因为空投结构是什么 低 会破前低 然后高不过前高 那之后呢 会有机会出现反弹波 那反弹波 如果走出多头浪的话 高过前高 这才叫什么 空投结构破坏 你空投的器械 你先把它破坏掉之后 你才有机会弹指跌 你要听清楚 才有机会弹指跌 所以当 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才会开始注意说 这边开始 可以布多单了没 我才会开始注意 所以大家会知道说 我在对于翻多这件事情 我会比较严谨一点 但是说这是因为这日线结构 然后因为目前大盘的 跌势 其实有点变成日线的空投结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要经由日线的结构 去做一个打底 所以可能这时间期就会拉长 因为我刚刚也谈到 季线上来之后 你季线要重新翻 走平翻阳 可能也需要长 因为季线是60天 所以我觉得说短线 大家可能要 真的要再小心一点 再小心一点 那当然说相关的一些 结构破坏的部分 在7月 7月底那一集的阿格力 那时候我做比较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增加点位率 然后再来就是 但是我常常讲到的那个 多空投加速占大盘比例 其实大家也可以记得 再把图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基本上现在空投期限非常嚣张 多投加速的 短线多投加速的比例 基本上已经不到10%了 不到10% 就等于说 你在5日10日20日均线排列 是处于在多投的 基本上就是不到10% 那空投的排列比例加速 真的是非常之高 但是说 因为为什么我也叫大家 不要去做嘴空 也是因为这个指标 目前多投处在非常弱势的 那你说非常弱势不是应该空吗 因为非常弱势有时候会有死猫跳 所以为什么今天看到反弹 其实也算是验证这个道理 因为这几天我的 粉丝也问说 海豚那边到底会空啊 然后我说 没有很好的空点 基本上我不空 因为你去做一个追空的话 基本上遇到强坛会很麻烦 因为有时候就说 你本来要赚10% 结果被连续被嘎2天 就20%就没了 然后你一砍完之后 他又顺着远台骑士往下走 所以真的是做空非常难 然后刚刚就是阿格利 再来就是阿格利刚刚有提到 这个当充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最近都在讲说 大盘碟都是当充害的啦 隆起当充害的 都在抓战犯 可是呢我想说 当充量真的减少这么多吗 我去检查了一下 统计啦统计的数据 这是证交所数据喔 不是我自己乱写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是把7月 那个均量在五六千亿的时候 7月的量 跟这个目前最近8月量 所有的当充比率拿出来看 你要发现说其实那时候 五六千亿的时候 当充比率买进的 这边是 这边是这个 交易总数 其实大概是27到30% 那你会发现说 那时候五六千亿嘛 那现在呢 两三千亿的时候 其实数字感觉差不多 有少一点 但是没有少太多 那这个买进跟卖出的 也是一样喔 基本上没有差太多 你会发现说 那些电视上面是讲什么 在讲什么 其实我自己是 但是在下一集的时候 我就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是觉得说 其实驱动 市场上涨力量 当充当然是占了一部分 然後 重点是波段交易者 所谓的中长线交易者 或是看好产业前景 所以做一些比较长期持有的 这些交易者 他们这些量缩的 跟当充缩的 其实比率感觉差不多 因为要不然这道理来说 以最近收到两三千亿的量 当充比例应该要降到 以这个总成交量 应该要降到 5% 6% 那么低才有可能 把成交量萎缩掉这么多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波的这个当充 这个成交量 大家的疑虑 我觉得 不是只有当充的人退场而已 而是连波段交易 或是所谓 看好台股涨望的人 也跟着在做退场 所以我希望这段时间 大家不要一直 怪一个当充的 从正先生 跟阿格丽讲的 股票在涨的时候 怪当充 股票在跌的时候 都被骂 所以我觉得真的 真的就是顾好 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好 在台股里面 确实也是如此啦 就你的能力圈在哪里 你就去做好就好 不要下点时候 早餐饭 那个无助于 大家账面上的一个损利 好不好 所以在现在盘市很差的时候 特别是 大家都特别做功课支持 不然要是真的反转了 你也不知道 该买哪些股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啊 这个苹果相关的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变成大家的救世主呢 因为iPhone 13即将要上市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那包含我们刚刚一开始 有跟大家提到 其实台股啊 从组装晶圆代工到 机壳 连接系 以及光学元件 有非常多苹果相关的 一个供应链 所以这一块 我们该怎么看呢 我们先请海豚 来帮我们解析 好那苹果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那个新闻外资 真的是不知道在 讲来听的时候 不知道在写三小啦 哈哈哈哈 好生气喔 海豚你怎么那么生气 不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投资人啊 就是信任这些专业的外资 可是问题是 你就写外资写出来 感觉有点在 不能说他们出货啦 因为他们写的也是事实 只是就觉得说 那个时间点就是 我觉得写的不是很好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从阿格力这边 不管是我还是阿格力 其实很早之前 两三个月之前 就帮大家再注意 苹果概念股 可是苹果概念股 都已经涨完 现在都开始在跌了 然后他现在在写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时间点不对啦 时间不通啦 就是大家还是要 自己要去研究一下 不要只看新闻 那最近呢 会这样说 因为基本上有几家 最近苹果概股是有在动 不能说有在动 相对抗跌 相对红准 然后他说 哇 苹果概股 红准 红海 那个红准最近很抗跌 你看大盘利落 他在那边连跌都没有跌 可是你要注意喔 有些股票不跌 不是因为他不会跌 而是因为他没涨过 你看红准去年他有涨过吗 你说五月之后 苹果人家在涨的时候 他有涨过吗 对啦 好像没有嘛 没涨就没有人卖嘛 对啊 因为你涨上去之后 人家可能短线获利结束了嘛 这一波行情结束 他们就下车所以跌下来 可是问题是红准 就没涨过 你说他没跌我觉得也合理嘛 因为他一直在他自己 合理的价值附近 就是这样 另外就是可能会大家说 哎 迷你LED 对很多人在讨论 LED的这个 你觉得这跟红准比起来 有比较好吗 有好一点而已啦 好一点而已 最近也是有涨 然后第二季财报有亏转赢 所以最近 之前都不动嘛 然后最近可能涨了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 也没到多好 当然说的确 miniLED是接下来一些 就是产业发展的重点 那台湾的miniLED的产业 可能相对也比大陆 技术在领先的 半年到一年这样子 那我就是觉得还是可以留意啦 只是如果说 接下来 平概股你说要去撑的话 我觉得是 你说要带起台湾 我是觉得有点困难 那再来就是台郡 这个平概股 大概应该是比较 最近之前是新闻比较多的 那iLED这一波 之前有涨过一波 可是后来就拉不动了 因为整个营收啊 财报不如预期嘛 所以就掉下来 那我总结一下 就是平概股这个部分 一般来说 拉获期大概就是 第2季开始小量 然后在7月开始放量 然后一直到10月 可能开始最大量 可是大家想一下 电子股通常都会提前 好几个月就先反映 在股价上面 因为会先反映展望嘛 对不对 所以呢基本上 这一波的平概股 我觉得已经没有涨的话 后续的延续力道 我觉得大概 要再出来也很难了 反正你是要去关注那些公司 或者说 他有 他除了平概的助攻之外 他可能有他其他的产品 营收也还在持续成长 其他的题材 对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这个 之前有谈过的巨顶啦 对 之前谈过巨顶就是 他是有平概的 没错 那他也有切入车用 那他自己很多产品 也持续在成长 那除了巨顶以外 比如说像台光电 因为他是那个铜箔基板 那除了他有Apple单以外 他其实还有一些伺服器 或是其他营收的益助 他接下来也是持续看成长 那我觉得 这种公司就反而还可以 持续去做一个关注 可是 苹果 单单以苹果为重的 比如说像最近 大力光玉金光 也是说 苹果出货要拉货 可是 股价表现的都很惨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真的是在观察啦 这平概股的部分 那刚刚海豚也提醒大家 苹果概念股 如果是以苹果为重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万一这个苹果不甜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 比较没有希望 复合型的题材好像是比较好的 所以 接下来继续请教 这个海豚的好朋友阿信 因为 他们两个常常讲 一样的股票 我刚看到你的手板 扑斥了一下 他说 终于海豚没有了 结果他最后还是讲的 我们来 请教一下阿信 现在苹果概念股 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跟海豚的看法很像 就是 苹果就是 看看就好 就是他如果 单纯只有 苹果这个题材 我觉得那个其实不太够 真的是不太够力 因为 你说苹果 说真的 他今年 他今年那一支手机 很值得期待 看了一下 我还真的觉得 他们不让我 觉得有什么好期待的地方 我可能还比较期待明年的 那我 刚刚还能有提到一档 比较巨顶 对就是 每次都非常有默契的 就是他讲了什么 然后 欸我们没有套好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套好 那我这样讲 为什么会看到巨顶 因为他做保护元件 那如果单纯以今天的反弹来说 对 他算是蛮早就上涨了 就是今天反弹 那我会看说 谁比较早上涨 那谁是跟涨的 对 谁是跟屁从 后来才涨的 那是不是像巨顶这档股票 就是 他是今天还蛮早就拉拉涨平板 所以说像这种股票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 他起码是今天可能市长 资金比较愿意先进去的 而不是说 后来才进去 对 那如果单纯以他的技术现实习来说 可以看到 他现在低档 他出现了一个吞噬的形态 所谓的吞噬形态就是说 他今天的红棒 把昨天的黑黑棒给完全吞进去 非常的强欸 对 他像这种 我们称为低档的一个吞噬形态 所以如果低档出现这种吞噬形态 就表示说 他在这边可以出现一个止滴的力道 当然前提是 他今天的低点不能再破 因为他今天也是出量的 出量把昨天的黑黑棒给吃掉 所以他算是一个低档的吞噬形态 那如果我们从周线的角度来说 可以发现 上一次 五月份的时候 大盘 一样是崩跌 那距离同样也是下跌 那可是你看到下跌到这一条均线附近的时候 股价有什么撑住 有撑住欸 这一次股价 同样也是跌到这一条均线附近 所以说如果说 假设这一条均线 他这边是有 能够撑住股价 我觉得说这边 姑且可以先当作是一个止跌讯号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 说他今天的低点 他不能够再跌破 所以呢 阿信也分享了 苹果概念股里面 比较有复合型题材的巨顶 那巨顶刚刚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个重点就是 低档的时候有这种巨量吞噬 掉浅黑的一个效应 那阿信也提醒大家 今天有出量 所以今天的低点不能再跌破 那在进场的时候 大家都通常会问说 怎么样设停损点 那阿信刚刚的说法也提供给大家 作为一个依据 我不是叫你去买巨顶 而是说以巨顶为例 那你可以根据这样原则找 有这个红吞黑 然后这个有出量 那以量的这个 今天价格的低点 做一个防守点 相信大家这样进退 就会比较有据 好那接下来要请教两位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近也很多人也在问 就是原本存股的 开始想学放空了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放空 用了好时机放空 真的有大家想像的好赚吗 因为大家看到过去这两个礼拜 包含我自己也想说 这好像是空手 空单比较好 也不是空手而已 可是对于散户朋友而言 最好的防御机制 是空单吗 还是其实是空手呢 我们先请阿信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OK好 再针对大盘部分 其实刚才一开始有讲到 那其实在接下来的航行 我觉得我跟海豚的看法很类似 就我们同样都觉得说 现在这边 还是先让指数先整理一下会比较好 就是说我不会太集结操作 而是说 因为像当时五月份疫情下跌 其实疫情它真的是跟基本面 就是不能说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反正它就是个恐慌情绪 但我觉得说如果假设 假设这边的指数 有开始整理一下的话 反而九月会是一个 还不错的时间 决战在九月 对就是 因为在当时我记得在七月的时候 七月底的时候上节目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八月情况不会太好 原因是因为七月很多股票 他们的月线都已经爆大量了 那七月的月线爆大量的情况之下 如果八月它没有办法再有更大的量 代表说个股它上不去 那如果个股上不去 你觉得说指数会好吗 不会 但其实从八月现在的情况来说 第一个量缩大概是没什么悬念了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量缩 而个股能够守稳的话 那就表示说九月 接下来就比较会有机会 所以这边的指数 其实我不会太特别的强求说 它一定要上去 我反而觉得它 如果在这边能够震荡整理 不要退步就很好 对盘整 反正你不要再跌 都没事情 我觉得只要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接下来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八月只要过 现在八月中了 八月中过了之后 我觉得到九月 就可能八月底到九月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去选 下个月的股票的时候 那你会建议 赏务朋友空手吗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所以说来跟大家讲 接下来给大家两张图就是 到底现在该做多 还是该放空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叫做 加权指数的融资维持率 我这样讲 其实这张图我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节目 我有好像当时也是在这附近吧 我竟然也是在这附近 还是那边我忘记了 反正当时我有拿过这张图 来给大家看 就每一次只要下跌 我都拿这张图 你知道钱多够 每一次下跌我都拿这张图 为什么 因为这张图呢 就是看市场的恐慌情绪 你赚钱会不会恐慌 不会 压更多 对你赔钱才会恐慌 那大家什么时候赔钱 你看当融资维持率低到这一条绿色线的 这一条绿色线下方的时候 就表示说市场现在赔钱的人是非常多的 那你想市场赔钱的人非常多 大家已经就是赔到已经尿裤子了 那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放空 其实理论上来说就不是这么的适合 因为这些人也认输了 人家都认输了 你还要追杀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单纯以加钱指数这样来说的话 上面这一条蓝色的线 它代表是过热区 所谓的过热区就是说 你过了这一条线 你去买股票 那你的风险就会相对大 但如果说你看 下面这条绿色线 如果你过了下面这条绿色线 你再去追空 不能说不会赚 因为它还是有所谓的极端指出现 但是只能说 你的胜率就没有那么高 以几率来讲的话 对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你之后指数 维持率有反弹到这条绿色线的上方 你要来空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说现在目前的维持率 已经在这一条超卖区的下面的时候 我个人的做法是我不会太特别去追空 因为它就已经到了一个 大家已经卖无可卖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反弹 其实我觉得说不意外 原因在于什么 因为融资维持率就已经跟我们讲说 它到了一个超卖区了 这时候你再去追空 我会觉得说不太适合 那这个是加权指数 同样我们看到贵买 贵买也是一样 没有贵买 贵买因为它比较多小股票 所以它那个融资维持率它会 比较乱喷 那我还是这样讲 我们抓这一条绿色线 可以发现 你看过去 好多次打到绿色线就反弹 维持率打到这边就反弹 维持率打到这边就反弹 维持率打到这条线就反弹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个股在反弹 对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维持率 也破了这条绿色的超买区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追空 跟刚刚讲的大盘是一样的概念 我会觉得说不太适合 就你要等反弹再来空 那当然没什么意见 但只是说你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跌到维持率下方的时候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我不会再去追空了 所以阿信也用整个 筹码上比较宏观的角度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个股的筹码 你觉得说这个大户什么 法人还在卖 可是你如果对照整体市场 这个融资维持率来说的话 可能已经超卖人家都已经 认输了啦 那在这个情况下 再放空 就是要看你有没有 就是万中选一的这个 除非你那个真的是抓得非常的好 这样子 就是阿信刚刚是以整体的纪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放空的初学者的话 现在似乎不是放空的一个太好的时间点 不是说就不会跌 但是那个肉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多 就除非出现那种很极端 像可能去年年初的新冠肺炎 或是像2015年那时候欧债危机 那种情况会有极端子出现 就是要有一些外在情况的影响 不然的话通常到 融入会持率超卖区会有一个反弹 对 阿信跟大家讲的也非常的清楚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海豚 海豚我们就要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放空到底有没有这么好赚 还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放空就是看起来很好赚 但其实实际做起来 困难度比做多还要更难很多 像我之前有跑一条策略 那个策略细节不讲 我大概把结果跟大家讲 那个策略做多的胜率大概只是三乘三三 大概就是赚一笔 可是那个获利亏损比大概是1比6 很高喔很高喔 所以说你这个长期下来是会赚钱的 可是这样还是感觉胜率有点低 我用同一号策略去跑空方 我先告诉大家获利亏损比大概是1比8到1比9 这个超棒 可是胜率只有2成5 胜率只有2成5代表什么 你要受到连续亏损的机会是更大的 所以讲完这个就代表跟大家讲说 其实做空的胜率跟难度是比做多还要难很多 那另外再跟大家讲讲 这个台股做空说真的是又更难 我那个策略还是比较偏指数型的操作 因为用指数去做回撤 对 那第一个呢 放空难度大于做多 就跟大家讲 第二个就是台湾有沒有 除全息一大堆 股东汇一大堆 你常常空完之后发现2天之后要强制回补 哇靠直接被强制回补 然后结果重点是什么 停卷期间他就跌得更厉害 就等于说你看对但是没办法空 这是一点 那再来就是什么 做多的获利是没有上限 但是放空了 只有百分之百 你顶多空到他下市 除非说你用什么杠杆型的这个商品去做操作 不过台湾好像顶多只能用全息 但是不鼓励啦 不鼓励 那另外就是像今天发生的 你急跌追空 像昨天大跌很多人说 哇靠妈今天开盘直接要空给他死 而且又看到美股大跌 早上空就对了 早上空就闭着眼睛空 马上被嘎到飞天 所以真的是台湾真的是 应该说市场来讲 做空真的是比较困难的 那另外就是什么 还有卷的问题 那常常会遇到什么 你看空这支股票 就这支股票没有信用交易 要不然就是你看空这支股票 结果这支股票 因为你搭到一张支 才等于一张卷嘛 那就是他融资只有几百张 甚至是一两千张 如果你空下去 空的人又比较多 你还要怎样 你还要去被那个标借 标借就是你要额外付利息 去维持你的卷的度 有极端的情况下 一天利息就好几%了 对好几% 5、6%、7、8%都有 所以放空其实对一些 一般的散户 或是甚至一些专业投资 他们都是比较不喜欢 去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市场跌嘛 最好的状况就是什么 现金在手 希望无穷 真的现金在手 每天最好叫 每天看戏 每天当吃瓜群众 就是等到他打底 这个时候你也不用说 你要去空什么股票 反正我觉得大家这个时间 好好挑一下 接下来展望好的股票 明年有机会成为主流股票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先把口袋名单准备好 真的底不出来的时候 你才不会说 我要卖哪一支 我要卖哪一支 不用担心 因为你自己东西先准备好 这个才是现在要做的功课 团银姐 从很客观的条件 跟大家讲 在台股放空相对 是比较不容易 而且讲一句难听一点 如果做多都赚不到钱的话 更何况放空 因为刚刚海豚也有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从这个公司 要强制回补的这个规则 以及你借卷的这个难度 其实都大大加深 你做放空的这个困难性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 好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我们昨天标题 跟人家说这个 不要再放空航运了 很多人可能就去放空 今天刚好遇到反弹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节目昨天那样的说法 并不是说看多航运 不是这个意思 是有时候股票到一个点 那你就是像阿星刚刚讲的 就极限的紧绷 人家都已经落到这样 那你再去空 万一遇到反弹的话 你就会受伤 那讲到航运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 因为每一集 最近都要跟大家讲航运 除非航运航情结束 好不好 因为还是要照顾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所关心的一个事情 那之前的航运呢 航海王 人家都说是这个谁 长龙 望海 杨敏 但是真正的望海 真正的比望海要厉害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台华投空 为什么 因为台华投空的董事长 严董之前说一张不卖 奇迹自然 还有什么稳坐掉一台 那个时候台华中七八十 一路占上200多 真的是震撼了整个市场 不过最近 严董的态度好像有点改变 人家就问他说 你们会不会卖杨敏 他又说私募的股票有必所其 要等明年公开发行之后 才能作为处置 所以这样的话语里面 是不是透露对航运 没有像他之前那么有把握呢 那我们请阿信来帮我们看一下航运 最近该怎么样去看待 我真的觉得那种公司老板话可以听 什么都可以吃 真的啦真的 我对于这一类就是 公司老板出来放话 我非常的不以为 很多公司老板说 订单能进入到明年 废话 难不成你会衰退吗 那只要有订单 那都是能看到明年 所以说其实 我对于公司 很多公司老板都会出来 这算是中文的博大晋升 我跟你说 订单到明年 但没有跟你说订单 变多还是变少 对我有一张订单 我也是订单 所以我觉得 我对于这些公司老板的话 我真的是 不是很舒服 那一样 反正我 通常我不会去管说 公司老板他讲了什么东西 我只会看说 这一档股票 他的现行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好比说我们用阳明来看好了 阳明其实可以看到 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当时股价有首吻的这一条均线之后 向上走了一波 但是你就会发现 在咖啡车箭头这个地方 股价现在已经跌破了 24的这条均线 也就是说 股价原本在均线上方 均线会变成是股价的支撑 但是股价跌破均线之后 这条均线反而变成是股价的压力点 所以说现在的阳明 他就刚好打在一个压力点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蛮尴尬的 就变成说 他上方的均线 会变成是股价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你要在这边去追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点 有点就是两难 你要卖也不是 你要买也不是 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我们来看到周线图好了 我会说我个人我不会碰的原因 我平时在里说他的周线图 可以看到第一个 现在的周线图可以看到 五周的均线 已经在十周均线下面 像这种状况就是 股价他就算不跌了 他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整理 那需要一点时间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他整理完之后 他到底会往上还是往下 所以像整理这种情况 我个人的操作都是先避开 隔山关斧斗就好了 对因为你看不懂 你不知道他整理完之后 是往上还是往下 你不要跟我说 那什么基本面很好 这个东西谁不知道 对不对 现在他的就是筹码跟技术面的问题 对 那所以说以扬名的这种状况 其实很多航运股大概都差不多 那我觉得说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 十周均线 十周均线要注意 对 现在他反而要注意十周均线 为什么注意十周均线 因为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未来下下礼拜 航运股真的要反弹 OK好那反弹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条的十周均线 还在股价的头上 也就是说 如果以十周均的扣底值来说 你会发现他越扣越高 像那种越扣越高的情况之下 股价你要能够站稳均线 其实难度是相对高 因为你看扣底值越扣越高 就表示说接下来 如果股价没有办法站稳扣底值 均线就会下完 下完的均线又会变成股价压力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之后 阳明真的往上反弹 对 他碰到下完的均线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压力被打下来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来说 假设我们这样 下礼拜阳明他真的有在继续反弹上去 大家反而要注意的是上方这一条 十周均线 他可能会形成压力 那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想要买航运 你不买不行的话 对 怎么办 那你等到均线排列之后再来吧 就像刚刚一开始 跟大家提到大盘的周线是一样的 对 就在于说现在的均线排列是不正确 所以你起码等到均线排列正确之后 你再来操作 我觉得这样子的胜率会稍微大一点 阿兴也给大家很清楚的一个结论 就是航运你不要太轻易的去放空 但是你也不要太轻易的做多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 还在堕空不明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接下来会反弹 但是反弹 他一弹上就有压力 弹到十 他大概是在一百 我这样一百 一百五附近 一百六附近 就一百六附近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十周均线压力 所以这边会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也可以参考阿兴 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压力区 说不定到快要到的时候 先跑一趟 也是不错的一个策略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 而且也是有赚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那阿格利也再次呼吁大家 其实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 其实都是逻辑问题 不是只有是非题 不要把节目当成说 就是一定要这么做 或是不是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讲难听一点 我们来宾跟包含我 也有错的时候 做人都一定会有错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这个逻辑的公开透明 以及陈述 才是大家最需要去了解一件事 好那接下来就去请教海豚 关于这个航运的议题 那除了航运以外 像钢铁这些 同样是有碳中和的这个题材 但是一样都筹码很凌乱 以及也有景去波动 多空的因素其实蛮多的 那在这一波 有没有机会 领先整个市场反弹 那当然 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先 在今天之前先问海豚 那今天在盘后 我们看到 航运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势 那钢铁也翻红了 不过 确实就是如此 会继续领先下去吗 海豚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好那印象中上次 上次来上上次 好像也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谈到 那个 后过运道会去破底 持续的大落赛 那时候其实我拿到很大的这张图 跟大家 这是去年2020年的图 就是那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说 这个 那个蓝色的框框 是刚好怎样 有个套牢量 可是刚好装到季线之后 后续还是走了一个反弹 其实我那时候跟大家讲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 通常一个大型的反转 通常会伴随大型的头部 那其实在前面这里 其实大家 你现在手机 你可以顺便开那个 长龙阳明望海图出来看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跟 那个恒大一样的状况 在前面都是一个多月的头部而已 算是小型的 所以呢 他变成说 撞到季线之后反弹 造成更大的头部 所以上次在讲 或过运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我来带给大家希望 因为我觉得后续是有机会反弹 还有机会 然后但是呢 这个后面的头部 再做完之后 万一再破线就变成 变成三个月以上的 变成中型的头部 那这时候对个股来讲 就会比较大的反转压力 好那 这是成功的例子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有成功撞到季线 守住之后 把月线掰弯 往上弯 然后这个重新再走出一个反弹波 那接下来看下一个例子 特别做了一点点小游戏 这是去年 一样是去年的热印 收回这个俄文江大涨 大飙涨的热印 这边一样撞到了季线 大家看图的最弱边 素一样看到一样撞到季线 那大家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好 大家想个5秒钟 5秒钟结束了 好他就直接破线 就直接破了季线 季线就直接下完 就等于说 他一样也是有出现一个头部 一样有出现头部 就变成说什么 这里就是一个关键点 他能不能 守住往上去走 做出更大的头部 或者说 他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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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着整理 季线就扣上来走平之后 就往下压 就没了 所以 并不是说 技术面 就是说有时候 大家只会秀成功的案例给你看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你一定要找出一些反例 否则的话 你会有一些所谓的 过度的预期心理 所以我们说他一定会长顺 在这边去做超低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航运的图 那我是拿最近走势算比较强势 比较强势的旺海 那其实旺海目前 之前那时候讲的时候 那时候才刚刚撞季线 才刚刚撞季线 所以那时候想 搞不好有机会的时候 那时候就要弹了 可是最近看起来是 没有弹起来了 他是走一个横盘 反而变得 跟热硬的样子有点像 所以大家留意 这边有把季线特别标出来 目前季线的位置在这里 其实跟刚刚阿信的 那个十周均线 十周均线有点像 因为十周才是40天嘛 那这个大概是60天 好像也差有点多 没关系 大概就是比较长期均线的概念 那这边有写 季线大概在三周 后会扣到200块以上 那目前呢 他也在200块附近 所以变成说 三周内 是望海 阳明长和望海 可能是最后的进攻的机会 最后的反弹的机会 如果这接下来三周都还不谈 甚至还跌破这个7月28号的低点 我刚刚有确认一下 苍农、妖明、望海 这个三家都是看7月28号的低点 如果这里再破的话 反而就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子 两三个月的大头部的出现 就要小心变成热硬的那种走法 所以回归到那个 到底要不要去抢这个反弹 我个人是觉得 看看就好啦 因为你不知道上去到底有多少 因为我说过 反弹可能10%、20%、30% 这38很多嘛 10%可能就有点少 可是往下的话 万一随便来个10%、20% 我就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抢的话 我还是给你提供个策略嘛 就7月28号把它收好 如果真的破的话 就闭着眼睛 不要说我脚麻了 手没有麻就好 其实还是可以砍了 那再来是讲一下钢铁 因为其实钢铁最近 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之前我一直都蛮看好钢铁的 但是 技术面目前的确出现问题 因为以之前的领长指标 中宏来讲 我刚才有说 季线如果扣平 开始转压 它的头部变大 所以就要留意 所以其实以中宏来讲 目前季线位置在这里 它短线呢 接下来往上推 那它股价目前位置 其实昨天就有破线 今天 这是还没收盘的时候的线图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中宏的季线 已经濒临什么 濒临要转为压力 它接下来都要扣在这相对的高档区 所以变成说 钢铁这一块的话 似乎 反弹的机会的压力 似乎又相对来 货贵原来是大的 更大 相对来是大的 当然说长线来说 我觉得如果真的下去的话 因为我目前是空手状态 那我就持续看它怎么样 如果它之后有重新走回底部 要重新再反映 接下来长线利多的话 那我再去做买进就好 不需要说 在这边去跟它 就是 顺势操作 对 顺势操作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不锈钢的部分 那不锈钢的部分 可能就好一点 因为你看它的季线位置 在这么低的位置 它等于是要 大概还要一个多月吧 才会扣到这个连续上涨段 那当我拿的是 前一阵子的指标股张远 不锈钢的张远 那等于说 它接下来这段时间 还要一个月后呢 才会开始推高 所以它这段时间 就是变成是它的安全期 所以就变成说 反正这块 有反弹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一样 反弹 要嘛就是 有机会10% 20% 30% 可能有机会之后 2-3%就结束 所以还是不太建议 大家去做强犯 但是 可以作为练习来观察一下说 诶 我这样子看技术分析 要怎么去做验证 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航运跟股有兴趣的朋友 海豚刚刚也跟大家教学的 非常清楚啦 就是 其实还是一句老话 先设定 所谓的压力区 跟停顺点在哪里 这样你进退 当然 就比较有记 也就会有答案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谈完了这个台股的内容之后 也要跟大家关心一下 美国一个情况 毕竟美国走势 还是大家所关心的 那美国到底会怎么走 以及该怎么走 跟一个因素也有关心 那就是 缩减QE 大家真的是 这个问题一直放在心上 跟暧昧一样 让大家一直受委屈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波士顿 就是联主银行的总裁 他接受的CNBC 是类似像美国的非凡 你就这样去想就对了 他的说法是说 非农就业 已经连续两个月 超过90万人 他意思就是 就业数据 其实他还挺满意的 他说如果 接下来这份就业报告 也很强劲的话 他有一个前提 如果又很强劲 那他会支持9月 就宣布即将开始缩减购债 所以再这样请一下 美国我们该怎么看 我们请阿线来帮我们解答 好OK 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美国 他刚有提到什么 阿富汗的状况 阿富汗跟我们有关系吗 其实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那这个说表是 比较有关系 那这个说表 其实现在的时间点 大概跟2015年 其实非常的像 2015年 当时也是 美国要 迈向升息之路 那现在的情况 也是大家会担心说 要不要升息 但如果我们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 的确升息是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从 美国最近的 ISM制造业指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 这条红色的线绒 是客户的存货 我的妈呀 客户存货 这么低 都 历史性低 对所以说 如果我们单纯 用基本面的角度 来跟大家做分享 现在下游客户 完全没有存货 难道大家全部收 他都不买吗 对啊 店都关了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什么 缺料 就是因为缺料 所以说变成说 下游客户 他没有什么存货 那我这样讲 如果说接下来 那他们需不需要 没有什么库存 需不需要拉货 一定会需要 需要拉货 那就表示说 他接下来上游的业绩 应该也不会到太差 所以说以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经济状况 其实我个人想法是 这个数据是不差的 那只是说 比较有疑虑的是在于说 之后 假设之后我们发现说 库存开始堆高了 有点卖不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说如果 当下现在的状况 其实美国经济不差 但是我觉得是要关注说 后来 他们的库存量 会不会慢慢的增加 如果库存量增加 那又卖不出去 那就表示说 这个市场 他真的出现了一个 基本面的问题了 那阿信刚刚也提醒大家 库存量还是很低 所以也不用太过于 关心这个基本面 马上转坏 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货 你是要转坏 转什么坏 说到没货 阿信刚也聊到很多 这个产业 其实这个有缺掉的问题 导致出货出不了 那其中一个产业 势必就是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 你看特斯拉 其实你如果要订一台 你等你拿到这个特斯拉 要不少了一段时间 那最近特斯拉也传出 这个车用晶片 又缺掉了一个消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晶片以外 其实车用的电池 现在也是百家 必争之地 百家争名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 最重要的就是电池 你没有电池 根本是跑不了 所以有见于此 其实很多公司 都要开始建立自己的 这些 孤阿涅里 等等的电池公司 那你自己把 这个电池的资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货源有人 那你自然要出货 要卖车 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特斯拉跟这个 必合必妥 这是一个世界非常知名的 这个金属公司 达成涅供应的协议 来解决 它对供应链的这个担忧 所以似乎看起来 电池这个议题 好像是下一波 台股里面的一个亮点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请到信来 来帮我们解答 我先讲到电池 那我们只要讲两个字就好 叫断炊 断炊 断炊就是已经没了 没有啊没有啊 对我只能说 因为目前从那个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他的董事长 他有讲的说 现在的情况缺口 在这种缺口 可能会达到40% 40%那种 很多太夸张了 很多都很夸张 所以说像这礼拜文章我写美琪马 我自己也有美琪马 这是美琪马最近还算强嘛 就是因为看到它做 电池它在之后就断了 就没了 那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就是发展电动车 那电动车需要什么 就是电池 所以看到像美琪马 或是像康普 或是像做那个电解液的聚合 或是明基材 它这些股票其实都有上涨 或是跌的相对较小 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做电池的 那为什么会抓美琪马出来讲呢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它的七月营收 所有电池股里面 七月营收成长幅度最高 就是美琪马 就是美琪马 基本面最好 对它有三位数的成长 所以说为什么最近美琪马的股价 会比较强势 就是在这个原因 那我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看美琪马 如果从技术线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说 现在的股价还在所有均线上面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比大阪还要强了 那如果你从周线的角度来说 你看看 它底下有个两年的底部 它最近才刚突破 所以像这一种 有个两年的底部 最近才刚突破的情况之下 就表示说这种股票 它第一个它比大阪强 再来是它底部的成型 这种股票会比较是 后来我会继续灌它的股票 所以美琪马 阿信也刚刚跟你讲 为什么他会挑这一档 因为这个营收方面是最强 那我们从这个股价上 开始反映这个营收 好 那最后来请教一下海豚 如果电池相关的概念股 观众朋友还可以怎么样去看待呢 好那电池部分 我就必须要马后炮一下 其实我三个月前就要看到了 三个月前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很关注原物料 所以什么 金里纳甲无数二法 并没开始被雷我都有看 所以那时候 因为电池 就重要两个原料 一个固跟涅嘛 因为那个固涅这个三元电池的部分 所以那时候看到固跟涅 其实在持续再说上涨 因为涅也跟不锈钢有关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在注意啦 只是说我是没有讲过 所以现在只能马后炮 那当时看到美琪马跟康普 那时候稍微研究一下 那他们主要都是跟Tesla 跟日本的Panasonic 是有相关合作 因为Tesla下单给Panasonic Panasonic的电池呢 又是有跟这个 美琪马跟康普做合作 那他们其实各自也跟日商 有去做合作 开这子公司 就专门在弄这个电池的部分 不过呢 大家也知道全球的电池的市场 基本上 都基本上是被大陆垄断 就不能说垄断啦 他们是独抢领先的部分 那其实所以康普跟美琪马 要打入大陆的部分 基本上是相对困难 要打入红色供电是相对困难 所以他们 比较积极在往相关的 所谓欧系的电动车这边去做跨入 那所以呢我之前知道是说 其实我自己之前 比较关注的是康普 因为我知道是康普说 已经跟欧洲一些车商 是有签约开始合作的 所以呢那时候 我比较关注康普 可是最近比较强的是美琪马 那当然说 我们还是看一下线图啦 因为这次的题目说 跌下来可不可以剪 那我是觉得说 以整个的状况来讲 库跟涅啊 其实最近的报价 其实都还在 那个相对的高档 那我是觉得说 可以持续的去做留意啦 那当然说 以最近来看的话 康普最近是有点接近要破线 这个关键点部分 所以就看这里可不可以守住就好 那另外就是美琪马 刚刚这个阿信有讲 那他已经赚在手了 我就帮他来帮他推一下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像我 我 我选股就有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 你至少要比大盘强 那最近其实大盘在跌 其实我在观察就是说 哪些个股比大盘强 那其实全市场大概有在持续创新高的 应该说是 比较正常一点的公司 有在创新高的 一个就是美琪马 一个是 做那个 迷你OLED驱动IC的巨基 就大概就这两间而已 所以这两间也是我的观察股 那美琪马部分 大家就不用讲 他是目前超级强 而且重点是什么 昨天跟大量上影线 人家想说 要死啊 明天应该要跌了 结果呢 今天是不是有守住的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 如果你常常看阿格力 常常 听到我在分析我都会讲 大量的低点 就是一个极短线的防守点 所以如果 美琪马 昨天的低点能够持续守住 我觉得 后续是可以持续去做观察 那当然破的话 因为他的产业前景竟然这么正向 营收也有出来给大家看 不是空壳 所以他如果跌下来的话 也没关系 你手上没有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观察什么 观察月线有没有撑住 如果说大盘再继续绕赛 你可以看他的季线有没有撑住 因为整体来说 如果大盘真的大绕赛的时候 有些个股可能连季线都没破 他甚至连半年线都不会破 我觉得这些个股都可以捡起来 好好观察 研究一下他未来的展望状况 那相信今天的节目 大家就是收获满满的一集 我们从很多人面向 包含了国外的经济 以及台股 目前你该怎么样看待 都有一个很全面的解析 相信大家也是收获满满的一集 那如果你喜欢阿格力的投资最给力的话 别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订阅 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啊 好 好 你 好 你好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